你的發言人把這事題逐次編出來 阿爾要先談一下你剛討論的過程 然後再請發言人 我剛剛討論就其實有點不知道怎麼進行 反正就是每個人就逼他們講出一句 然後還要講什麼 然後最後問最多疊答的就是那個一品 就是寶寶 他很好奇 對 然後其他的人大概或多少少都一題 那選題目的原則就是為了公平起見 就是每一個人都一定要一題 那我們這組五個人就選了五題這樣子 還要講什麼 有沒有讓你覺得比較驚豔的題目 驚豔的題目就是 有啊就問說什麼對生 就是坦克對生命有什麼影響 其實我還蠻常講的這件事情 然後也有比較搞笑的題目就是 為什麼會知道這場課和 就是為什麼要來上這場課 這都是比較搞笑的題目 因為知道這場課就是因為我們拿到 大安斯大的地驗在捷運站 然後為什麼來 因為他上面寫免費 就是把他交給你 所以我就來了 所以就是還蠻搞笑的 對就是這原因只是這樣 對謝謝 接下來時間你要介紹你的發言人 發言人 我們有請周大哥 等一下等一下 你知道為什麼你要選他 為什麼要選他因為他自怨啊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知道就對不出了關了 就有空起來 就打過這個題目的答案 我問的問題是說為什麼對生命 有什麼的很重大的影響在我們學習當中 另外一個是 這四學期來直接或間接因為我而來的學運 這學期來 從一開始到現在這個時間期裡面 那個 我們 因為我而來的 因為阿兒而來的那個同學有多少 然後就是都在這個學習過程的 那個印象最深刻的老師跟同學 這個問題有兩個 就是要讓他回答兩次 就是很不錯 我就轉換 第四個 為什麼如此關心那個公共議題 四個 四個 有沒有五個 四個 有沒有參加其他的組織 有沒有參加其他的組織 對 比方說黑社會啊 我們是 好 謝謝我們給大家 先鼓勵一下 謝謝 好 這組的發言人非常的害羞 要低頭一直看得到 沒有關係 就是要建立一個默契 發言人就像主持的工作 然後那個 主長就像主持的工作 發言人就像是我們的受訪者 有的時候要提出來 但是他念出來的過程其實是再一次的 這個叫回味 思考 有的時候你必須要去整理一個題目 那 從這一組的同學當中 我們可以發現他的問題 有一題非常簡單 非常短 也非常好 雖然問題裡面抱著問題 請問一下你印象最深刻的同學跟 課程跟同學是誰 我們的問題如果可以精簡 然後在問題裡面抱著問題 然後一聽就懂 那這就是一個好問題 所以這四個問題裡面 我們現在五個問題裡面 沒有辦法立刻回答 但是我們會選好問題出來 那這一組的這個問題是誰問的 第一次來上課嗎對不對 好 第二次嘛 已經功力 已經有更上層了 好 給你按個讚 那獲選為贏 所以有題目給他掌聲鼓勵一下 好 那頒獎組要出來嗎 還是要無險會死多先 好頒獎組 那你的發言人是 黃玉婷 玉婷好 玉婷請 那我們要請問那個班長組 就是組長 就是剛在討論的過程當中 你有沒有覺得就是說 這個氣氛怎麼樣 然後哪些問題呢 你可以挑一兩個問題 覺得這個問題還不錯 你喜歡 好 謝謝老師 這個我們這一組是 經典班 所以只有一男三女 這個習慣上來就知道 叫做什麼 這個三娘叫子 這個沒有辦法 身為獨立的一個男生 所以只有聽他們 而他們 就像老師講的一樣 他們提出來的問題 都是非常好奇 這個大哥 他為什麼要寫兩千封信 為什麼那個日記要寫那麼多 他是這樣講 他們的問題都集中在我身上 對於這個課程 究竟為什麼要參加一次 一看也不需要 他們是希望探討我 當然因為我已經到爾順之年 所以我就不會太有這事 他們問什麼 我就回答什麼 老實說可以不回答 可是我還是回答 這樣子 因為 小女士好奇心嘛 大家知道 讓他們 滿足他們的好奇心 你有沒有比較喜歡那些問題 我最喜歡他們的問題 就是說他們要問我說 我會回憶說 我 就是說我寫的東西 每次記載看 每年每年得記下的東西 我會回去看嗎 會想到去回憶 我說當然會 因為這個是我寫下的東西 可是這個東西不能給別人看 可是我自己寫的東西 心路歷程 也許說裡面有我的小三個公司 小四個公司 所以不能告訴人家 對不對 事實上是沒有 可是我是要這樣子舉例 那我為什麼會推這個 洪玉玲小姐來做我的發言人 是因為 他是我們這組裡面 年紀最小的 所以說當然是 我是年紀最大 那是找最小的人來 最壓掌 壓掌掌 沒錯 嚴價勞 好謝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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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人 zip 摟 medic 就是一個 我把每天我的心裡看 感覺 謝謝 謝謝 楷pees哪一 這個問題你為什麼會想問 謝謝班長請回座 為什麼你會想問這個問題 我想怎麼 我也想知道除了請書之外 也没有任何他写的东西 就是是为了我们的特定目的而行 然后还问他有没有因为工作的关心情 可是因为大多数是这个公路 然后这个可能特定的目的的话 好像目前问到是请书 这个问题非常好 有可能他回答出来变成一个 这个问题你可以去勾他 就像钓鱼的时候你选对了耳 比方说钓香鱼钓乌鱼钓什么 你选对了耳 那他写了这么多这么多人 哪一个是他特别想的那个 想要写的特定对象 那有可能他写的那个特定对象 是成为一个新闻事件的主题 然后你再去追问 所以第二题其实蛮好的 他这三个问题里面就有问题 包问题而且很简单 但是这个问题他有的独特性 就是会你会针对 这么两千多封 或是他这个这么多年的写作听言当中 你会针对这一点来问 其实是从大抓小 这个算是还蛮厉害的 就是你一点就问到他 他愿意讲你就赚到了 他要是不愿意讲 就可以慢慢累积你的问题 再来问他 就是这个问题我觉得是还不错 这可以谢 如果他没有什么新法 他愿意回答你 会是一个很精彩的问题 好 所以有两个不同的类型 好 我们给力娟 开手鼓励一下 我们有问题包问题 有一针见血大海捞针 可是他一捞就知道针在哪里 好 物协会师组的组长跟你的发言人请上台 这个要留下来 请介绍 刚刚跑路的过程你比较喜欢的 呃刚跑路的过程我比较喜欢的是其实我的那个组员都非常的犀利 所以他们把我从小到大都问一轮了 对 那可是我比较欣赏的有两个 那 呃 第一个当然是我的发言人帅哥人和 好 他问的是 你有没有从小立志把写作当一卡路种 说当中有但是写作吃不饱 所以我只要去发展一个副业 那就是我护理的专业 好 然后他有继续问说 好 这样跟你生物有关吗 然后说其实跟生物没有直接相关 是因为有数学太不好了 你不用 学数学 这一个然后 第二个是一个 比较喜欢是我们梅林大姐 他其实他写作也非常的专精那 他问我一个大栽文 他说 你从小 的期待 跟现在的期待 有没有不一样 那如果有不一样的是 怎么样让你转变 对 那那个部分讲的一些感动的东西 那因为时间比较长那我想先把我们时间交给我们的人和帅哥 那可能要解释一下为什么要选人和 当有的发言人 第1个他最帅 第2个他最年轻 好不好 先掌声 其实被推上的只是 纯粹是因为年轻 就会辛苦 那我刚讲 我们 是轮流发言 那我第1个就是问他说 就是 你能把写作当成是 未来的一条路 那如果有或没有是为什么 那第2点就是 写作对于 他的医疗而言 有什么 扮演什么角色 那第3个就是 读者不爱 读悲伤的 文章 那怎么样可以让 写作可以是 让人家快乐的 那第4个就是说 你小时候对 小时候对自己的期待 跟现在的期待有什么不一样 那为什么 那我们试题 大概刚刚 我们的 读者里都把东西 讲了要一半 谢谢 好很好 谢谢你的问题 先给我一下 好这四题呢 其实都是一个 很难回答的题目 我们先讲那个 刚刚 你刚说大姐的问题嘛 对不对 大姐的问题其实很大 但是 请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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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现在就是要选一个 不错的问题 这个问题虽然不错 但是也有一点点 小小的风险 是因为他的问题太 广了 好有点小小的风险 太广的时候 而且你是问题中的问题 这个都是好问题 问题是太广 的时候 然后他就会这样子 就卡住了 就是 如果你的问题会有助于 受访者被卡住的时候 可能就是在 再想一下 那当你发现 你的受访者卡住的时候 你要再帮他 哦 我的意思是 其实怎样 怎样怎样 所以我们 这个采访大方 绝对是OK的 可是我们 要讲那个临场经验 不好意思啦 因为你的问题最好 所以要被我那个 建议一下 这样子 对对对对 没有没有没有 就是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可以 如果我们发掘受访者 他在想我们问题的时候 有卡住了 的时候 就可以帮助他 比方说你是哪一个 时阶段啦 求学啦 还是什么什么等等 你就是帮他有一个 切点 切进去 他就知道怎么顺的 讲下来了 大问题 帮的问题是很好 可是要帮助他怎么样下笔 这个部分 不是下笔 帮助他说出来 如何说出来 好 那我觉得 你们的 采访大纲 基本功 你的都没有问题了 这就是你采访大纲 当你要去采访一个事件 人物 或者是议题 新闻 记者会的时候 你采访大纲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我们 切记我们在提问的时候 绝对不要超过 两个问题 如果你有三个问题的话 你问完第三个问题 大家就忘了 第一跟第二了 所以一定要精简 如果可以的话 我会建议你 只问一个问题 我不建议你问两个问题 那最聪明的方式 是问题 包问题 然后 简短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要花三十五分钟 到四十分钟 去做采访大纲的演练 那各组 其实我觉得都没有问题 因为过去 累积的一些经验 都还不错 好啦 现在命运的所列 时候到了 今天有 十四个人 刚刚架进来的 有十五个 那但是没有关系 我们最后一组 会有三个人 我们会针对七个主题 来写一篇新闻稿 我们会针对 七个主题来写新闻稿 那最后这个新闻稿 我们会去筛选 哪一篇新闻稿 是比较 比较 切众要害的 好 我们的七大主题是 梦想喜欢未来成功 过去讨厌跟难忘 那我们现在开始分组就是 如果你是新生的话 请你不要跟新生同一组 我们要跟 就是 我们先举手 你第一次上 不是第一次上的举手 那我们先 大起排一下 不是第一次上的 不是第一次上的 你前面有个问题 我帮你下完还没下完 你先不用操 我们先不用操 对对对对 不是第一次上的 一二 一二三 一二 一二三 一二三 三四五六 刚好七个 来这七个同学请起立 好 那我们 诶 不是你上次有上完 几个课 诶 有上过吗 有上过吗 是说上你的课还是 对上过我的课 对啦 那我课都没有 有上过这个 那我们